Hello大家好,我是泽奈的预言,勇敢做自己的女生,最可爱。 今天是女生节,各位女生,节日快乐。 上一期中给大家分享了独厚感,女生勇敢做自己。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我自己的故事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迷茫的我看到了舞台上元气满满的艺人们。 那一瞬间,我明白了这个闪闪发光的舞台,就是我要为之奋斗的目标所在。 为了能在舞台上留下满意的作品,我愿用高度的自律换取良好的身材状态,即便是休息时间,也会下意识锻炼。 为了加深对作品的理解,我把自己关在练习室里,一练就是十几个小时。 满身伤痕难以支撑时,我也会问自己,为什么要这么拼呢? 但下一秒,我就有了答案。 我不想辜负每一个舞台。 八个月的时间,最终充此成功。 舞台的聚光灯下,感觉内心非常充实。 未来也有了明晰的模样。 所以,我做到了。 你也可以。 今天是女生节,一个可爱的节日。 我希望从今以后,你可以做自己的女孩。 倾听自己的内心,走上已经等待你很久的那条路。 可能,这并不容易。 但我们不会孤单,因为梦想在前方,而同行者就在左右。 像好的榜样学习,每一步都走得更加坚实。 当我们做自己时,便会从自己的内核获得强大的意志与力量。 给我们不惧挫折的勇气。 最后,请让我向你告白,勇敢做自己的你是如此的可爱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快结束了。 我留下了一个小彩蛋,是关于我曾经立下的那些flag。 明天揭秘,记得明天在励志APP搜索泽南语言,来收听哦。 哈喽大家好,我是泽南的语言,很高兴你们如约来收听。 跨年的时候,我在微博立下了新年flag,见步如飞,日行千里,抓紧歌唱。 今天,我要在这个flag的基础上,再补上一句,勇敢做自己。 过去的一年,我收获了很多。 今年,我去看更高更远的风景。 做最真实的自己,用歌声把最好的舞台奉献给爱我的你们。 这就是我立下的flag,你猜对了吗? 今天,你们又立下了什么flag呢? 留言分享给我吧。